数据显示,第三季度深圳新开的145家品牌手电中,重点购物中心新开100家手电,占比69%,覆盖城市吃喝玩乐购及配套生活全业态。 其他商业空间开出45家品牌手电,占比31%,主要以餐饮和生活服务业态为主。 手电反映着一个城市的时尚度,是赋能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,如火如荼的手电经济更是市场信心的集中体现。 2020年,深圳以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,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手电经济的任务。 今年以来,深圳持续优化政策打造手电经济发展升海圈。 此前发布的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措施稳增长30条明确,符合条件的企业, 在深圳新开手电、旗舰店、新业态店将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,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运营企业最高奖励500万元。 手电经济其实最主要就是还是推进我们商圈的一个整体的建设。 第二其实就是更加提升带动我们整个消费的水平。 第三个其实就是以消费为引领,促进我们整个商品的供给。 谢谢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